結果被我老公聽到了 他超神奇的 他後來就說 你怎麼這麼不負責任 身邊的人都這麼支持你 然後你現在想的 你要是這樣輸了 你要結束你自己的生命 那你不就讓對方太快樂了嗎 因為他就達到他的目的啊 對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我會不會生病 我要去看醫生 歷經MeToo風暴的大牙 經出席性暴力預防倡議行動 談起去年他指控 曾遭黑人陳建州性騷 卻反遭對方提告 就醫後發現已是重度憂鬱的 這段過往忍不住眼淚潰提 因為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要是我訴訟輸了怎麼辦 因為我說的是事實 可是如果我輸了 我可能要 然後做賠償的這個動作 然後我又還要被 冤枉說我在說謊 然後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那我要想一個最壞最壞的 如果輸了 我該怎麼辦 那我是不是找一個地方 怎麼結束自己的生命 就想很多不快樂的事情 結果被我老公聽到了 他超神奇的 他後來就說 你怎麼這麼不負責任 身邊的人都這麼支持你 然後你現在想的 你要是輸上輸了 你要結束你自己的生命 那你不是就讓對方太快樂了嗎 因為他就達到他的目的啊 對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我生病了 我要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 我就自己去掛號 然後我老公那天還 特地請假 因為他照我掛號 他就我說 我陪你去看醫生這樣 做經濟方面 他就成為我的一個行動工具人 就是 他會在外面要說 你要吃什麼 排骨飯還是要雞腿飯 我說 一個小滷就好 一個便當我是吃不完的 就是會浪費 然後反正就是 我覺得真的很謝謝他 本來一度真的在 很嚴重的時候還覺得 真的覺得當初結婚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我覺得我真的害了他 但現在這樣看來 我覺得我真的很謝謝他 好像有回到我最想要的48公斤 但是真的超可怕的 真的超可怕的 可是你很高 少爺時代的時候 對對對最想要的 168 可是很妙啊 我前天去體檢 他說我169.3 我想說我還在長高啊 我還在長高啊 我也不知道 現在都還在等司法調查的階段 我以為那個結束了 現在就是還在 他們有要調查嗎 有啊有啊 但因為現在就是也在調查階段 也沒辦法說太多 台灣這邊的官司已經結束了 就是不起訴 記者林文成的心採訪報導